婷婷啊,最近忙不,明天上午有空吗?阿姨找你有点事,你记得把身份证带上,阿姨明天带你去个地方。 阿姨,什么事还要带身份证啊?我最近工作挺忙的,明天可能没空啊。 也不是啥大事,但是你不去不行啊,你就找领导请个半天假就行了。 阿姨,倒是啥事啊,我非去不可嘛,你告诉我,我好歹跟领导有个说辞。 行吧,那我就和你直说吧,你和我家冯头的婚期不是快到了吗?我感觉这是不能再拖下去了。 我和你叔叔不是给冯头买了一套房子吗?就是给你们做婚房的那套房子,这件事情就和房子有关。 阿姨,房子又咋了,前些天装修公司我已经联系好了,端午节过后就开工。 既然装修公司你都联系好了,那你现在开始装修也没有关系,明天我想带你的事情就是想带你去做一下公正,你自动放弃对这个房子的一切权利。 阿姨,啥情况啊,你这是啥意思啊? 我的意思很明确啊,就是你和冯头结婚以后,要是将来过不下去分开了,这套房子跟你没有一分钱的关系。 阿姨,我想你可能误会了,你给你儿子买的这套房子,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什么,也从来就没有要求过什么。 你话虽然说得挺漂亮,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,所以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公正一下,希望你能理解阿姨的苦衷。 阿姨,那我想问一下,这件事冯头知道吗?他也同意你这样做吗? 那当然了,他肯定知道啊,但是这件事情是我提出来的,是我坚决要求要做公正的,我本来是想让冯头带你过去做公正的,可是他不同意,不同意也就罢了。 这小子竟然搞了张假的公正书来胡弄好,还好我这个老太婆不傻,留了个心眼,特意让我姐妹的儿子去核对了下,才知道是个假的。 我想他应该是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件事,所以才想出这个法子来骗我的。 这套房子是我和你叔叔,辛辛苦苦了一辈子存的钱买下来的,是要单独留给我儿子的,你能明白我的意思,体谅一个母亲的心情吗? 原来是这样啊,阿姨,你是怕我以后和你儿子分家产吧? 那倒不是,你也不要怪阿姨,阿姨也是怕你以后和我儿子不能白头到老,我这也是为了我儿子呀,要是这套房子是我儿子用他自己的钱买的。 我无话可说,但是这套房子是我跟他爸辛苦了一辈子才买的,所以我还是希望你们在结婚之前能去公正一下,这也只是以防万一你以后和我儿子离婚分家产。 阿姨,你真是的好母亲啊,我和你儿子还没结婚呢,就开始想着离婚的事,你这样做是不是让人太寒心了?你把我张婷当什么人了?再说了,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你家的房子。 别把话说得这么肯定,想没想,只有你自己知道。 阿姨,既然你都这样说了,那你心里有什么话,今天还是说明白吧? 行,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,那就索性说明白了,你凭你这条件,在你们老家肯定也能找到一个条件不错的人家,可是你不在你们老家找,偏偏要跑到我们这大城市里面找。 这是为什么?还不是因为我们大城市的条件好吗?而且我家条件也不错,冯头又是我们的独子,我和他爸所有的财产以后都是他一个人的。 你一个小地方出来的女孩子,你的条件在你们那地方可能还算不错,但是在我们这大地方真是遍地都是,难道你想什么都不用付出,就要得到我家的全部财产吗? 阿姨,你这说的什么,我咋听不懂呢?既然你看不起我是一个小地方来的,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我和你儿子的婚事呢? 还有房子装修的事,你们既然买了房子,为什么不自己装修,而要让我来装修呢? 你真搞笑,房子我们家都买了,那装修就理应你来搞,要不然你有啥资格住进那套房子里去。 那既然房子是我装修的,就算我和你儿子以后离婚了,那这房子凭什么没有我的份呢?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做公正呢?是不是我答应了你出钱装修房子以后,你提出所有的不公平的条件,我都要答应你呢? 听你这样说的意思,你不愿意去公正是吗? 阿姨,我真搞不明白,我也不知道我有啥能耐,能让你老人家这样防备着我。 这有什么奇怪的,我也是为了我家的财产安全考虑啊,如果是你站在我的位置考虑,我想你也会和我一样做的。 不要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,缺德事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,以后要是我的孩子,只要他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,没有什么小心思,我是绝对不会插手他们的事的。 啥意思啊,说谁缺德呢?一点教养都没有,果然小地方出来的人,我告诉你,你是还没到我这个年纪,没有经历这么多,所以才说出这种话,等你们以后老了,就知道很多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的难了。 我也不想和你多费口舌了,这个公正你必须要去,明天早上你必须请半天的甲和我一起去公正。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,如果我不去呢? 别说的这么难听,法治社会,我可不敢威胁你,但是如果明天你不去做公正的话,那你和我儿子的婚事就往后拖一拖吧,要是你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公正,那正好证明了这一点,你就是惦记我家的这套房子。 我再强调最后一次,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你家的房子,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,你刚刚也说了现在是法治社会,那你就应该懂点法,这套房子是结婚前你买给你儿子的,是属于你儿子的婚前财产,就算我以后跟你儿子离婚了,这套房子也和我没有关系。 你别嘴巴一张一合的说得轻巧,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关系呢?那我要问你,为什么你要让这套房子的房本上加上你的名字吗?难道你还说这和你没关系吗? 你说啥,房本上加我的名字了,这是我真不知道,和我真的没关系。 婷婷,你别在这得了便宜又卖乖,跟我装傻充愣的,要不是你教唆我的儿子,他怎么可能会把房本上加上你的名字,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人,我还不知道吗? 阿姨,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,更没有教唆过你儿子做什么事情,要是你儿子把我的名字加在你们的房本上了,那你们也可以去把我的名字化掉啊。 事情你都做出来了,还在这里装委屈,你狡辩也没有用,要是我们不给儿子买这套房子,你又怎么会答应我儿子嫁给他呢? 既然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,那你又为什么答应我跟你儿子结婚呢?现在又弄这么一出,以后我还怎么和你们相处呢? 我不答应能行了,都怪我那傻儿子,要不是他天天在家跟我们闹,非你张庭不娶,你觉得我们会答应他娶你吗? 我是没办法才答应的,但是有一件事我要事先和你说明白,你和我儿子结婚以后,我是不会跟你们住在一起的,我怕和你的关系处不好。 我和他爸都有工作,退休以后都有退休金,而且我们自己也有房子住,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会让你们给我们养老。 所以你跟我相处怎么样,和习关系好不好,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。 照你这样说的意思,明天的公正必须要去了。 你不废话吗?我跟你说了这么多,这个婚前公正肯定是非去不可,你不要以为我让你装修,你兔了装修的钱,以后你们要是离婚了就能分这套房子。 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,就你这小地方出来的人,你有什么小心思我都看得一清二楚,别和我耍什么花招,明天你必须和我一起去做公正。 听你说了这么多,我只能和你说抱歉,明天我公司很忙,我就不去了,一开始你说去做公正,我其实也想和你去的,就是为了证明我对你的这套房子没有其他想法,但是你居然说我是小地方过来的人,说我还有小心思,让我不要和你耍花招。 你说这些真的是太伤人了,我明天就不和你去做公正,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 哼,你这个坏女人,装不住了吧,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,还说不是为了我家的房子,不去公正也行啊,你别妄想嫁到我们家,我是不会同意你们的婚事的。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,你以为还像以前一样,你说什么你儿子就得听什么吗?你有本事就让你儿子亲口对我说,他不想跟我结婚了。 好啊,你等着,我现在就找我儿子去,让他和你分手。 婷婷挂了电话以后,就赶紧给未婚夫缝头打了电话,讲了未来婆婆和他说的这些话,还没等未来婆婆打电话给儿子,儿子却先打来了电话,面对母亲的无理要求,儿子会站在母亲一边吗? 为完代许,下集更精彩。